Nitian andam 大家好 我是Mani Tia Kaila Sananda 我的师父尼西亚南达大师呢 是印度教最高教皇普世灵性导师 尼西亚南达Parmashiva上师 在这两天的时间呢 人生在推动着我 我自己有感觉吧 就是从很多不圆满当中走出来这样 然后呢 当然也有非常多的心得 也能感受到人生对我的支持 比如说在今天呢 我在跟一个僧侣在对话的时候呢 另外一个僧侣就是过来质疑我的一些工作 然后呢 他就用非常的直接的语言 当然我们僧侣之间对话是非常直接的 所以呢 他也没有什么这些 顾及你的面子或者怎么样 这个我们之间没有这样 就是非常纯粹的 他就直接把事情讲出来这样 当然是带着情绪讲 然后呢 就在跟我对话这个僧侣 这个僧侣 他就听了这个人的声音 然后他就直接 等他走了之后 他就是直接就 看着我的双眼说 说不要有反应 所有的外向都是幻象 你要放开 Unclutch 他就说了这样的一句话 然后当时就非常感激他 因为有很多时候 当我们在被指出来的时候 甚至被 骂难听话的时候呢 都会有这个逆反心理 或者受伤的情绪这样 都会想要下意识的反应 还嘴回去这样 然后呢 我们很多时候忘记了 其实都是幻象 没有一个是真相 只有你自己内心的这个喜悦 和宁静的才是真相 所以呢 就在这种时候 人生玛雅在挑战我们 看你到底知道什么是真相吗 你要对这种事情有反应吗 所以呢 他就是正好戳在你的痛点上 让你从幻象里走出来 然后呢 没想到人生就把我面前 这个僧侣放在我的面前 在这个适当的时候 说出了这样经典的语言 在我被责备的时候 他也在旁观 然后他就直接转过来 对我说 这是幻象 你要放开思绪 我觉得这个体验太完美了 然后我当下就跟他说 我知道这样 当我在聆听我被另外这个人 指责的时候 其实我内心也在想 我要放开 不要有反应这样 这些都是幻象 然后呢 所以用这个体验的 跟所有同学分享 就是当你呢 在被指责 或者人生发生到一些事情 让你觉得无法承受 让你觉得喘不过气来的时候 怎么办呢 其实最好的方法就是 什么都无干 什么都无办 你就放下 就不要去管它就好 让这事就随着时间消磨掉 你反倒有反应 它就变成一个历史的事实 如果你没有反应呢 这个一巴掌拍不响 这石头就掉在地上 也没人接它 你也没有被打痛 大家明白我意思吗 就比如说这个 指责我这个人 是一巴掌要打过来 但是我也没接它 意思就是说 我没有有反应 那这一巴掌 就站在空气上 就消失了 所以呢 我给大家的建议就是 你在遇到 无法承受的事情的时候 或者是在一些情况下 觉得当下 你不知道怎么办 你又想要圆满呢 又不知道该怎么去圆满 那其实你就已经是走向圆满 就是你不要有反应 你就是内心放空 连任何的思绪都不要有 你该干什么 干什么 比如说你在去哪的路上 或者是你正在跟谁打电话 或者你正在计划什么 就当这事没发生 你就继续去做就行了 仅此而已 这样的话 这个事情就从你的 人生的旅程当中消失了 它就不存在 这个业力就没了 其实这是最好的圆满的方法 就是笑看人生 没有什么事情 能够进得到我们心中 感谢大家收看这一期 你点灯灯